Cuz I don't give a fuck what you say You wanna do shit my way So you can go kill Crocs on a stack brick So I feel what I want to see TRIPLE KILL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家玩 P5我要活下去的團隊時期排位賽分享一下奧利恩的搭配方式 我最近都是這樣搭 就是被動技能改成馬吉爾擊倒敵人立刻獲得200EP值 再來就是戰備的部分裝一個藏寶圖 這樣你可以在後面模式中去買補EP值的 這樣的話就可以一直用奧利恩的技能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玩一下團隊時期排位賽的雙招在手吧 最近比較多遊戲在玩 大家如果想要玩其他遊戲的話我頻道清單中也有 好我們這邊的部分主動技能選阿洛克搭奧利恩 現在我覺得這樣的玩法就是能攻人手 因為阿洛克技能開起來的話血量至少可以補 跟別人在拚槍的時候是蠻實用的 奧利恩的部分就是可以無敵 他跟草叢的感覺是玩起來不太一樣 因為草叢能做的事情也蠻多的 只是草叢沒有完全無敵阿 所以最近都在練奧利恩 現在有很多玩家都會開希羅阿 所以你開奧利恩的話衝進去也是很好用的 還有這個鶴馬 我隊友有點能裝鶴馬 看有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 他們家 打不到 隊友要衝過去 我幫他右底一下 我右底 我右底 隊友過去了 兩個都過去了 抓他抓他 他 還倒了 前面有人 哇 你要把他救阿 倒 欸 倒下來後不能夠直接燒他喔 我想要倒下來測一下能不能讓他損血 倒下來後就不會損血了 上面 草叢 掰掰 草叢 奧利恩 赫馬 希羅阿勒克是現在目前比較常遇到的 主動技能大致上大家都現在蠻喜歡裝這一些的 痾 這場可以打遠 我們EP值下一場再買 下一場第三場通常只要有錢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買 藏寶圖的那個 爭議效果 這邊有個點 敵人一出來就可以先打 先發自人 怎麼沒人 沒人 這樣沒有人 他在撈左邊了吧 右邊沒人都撈左邊 沒有槍點 沒有槍點 有 露情報 看一下左邊有沒有人 沒人 沒人 有腳步聲 樓下 好 好像繞那麼遠 阿怎麼兩隻 怎麼兩隻在這裡阿 太衰 GG 1比1 看一下錢夠不夠 等D5吧 只能先買個香菇了 他這張地圖如果你拿遠程的話這邊可以直接爆 可惡 補助瞄準往下拉 這個是拿 4倍鏡以上會比較好用 2倍鏡有時候會 哇賽 全部玩家在瞄這邊是怎樣 這友不是衝過去了嗎 有夠痛阿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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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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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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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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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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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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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排我覺得最重要至少要兩個主力輸出啊 不然勝率會很低 就是 要兩個很會殺人的 我們現在 第四 第五回合啊 可以把EP直接打出來 這樣的話奧利恩就可以使用了 奧利恩他的那個變身時間比較短一點 所以有時候要掌握那個使用時機 我現在至少可以用兩次啊 我在搜一下 我SGA沒塗裝 前面有人 誒?蹲下了 想通 衝過來 他想賭我是不是 站在樓梯旁邊 他拿閃彈槍還會想賭我 有槍點 直接跟你拚啊 挖一個 跳躍爆頭啊 這個有點帥 剩一個 欸 死了死了 跳躍爆頭 3比2 不要讓他們反敗為勝 把這個全買了啦 現在有錢了 這個全部買起來很可怕 跑速變快 EP值回復快 然後每個玩家 我們都有EP值全滿 實在是長寶圖在團排 真的是超實用的 只是重點是要有 要有擊殺敵人 要有錢 因為有時候買裝備 就沒有錢 前期比較沒錢買 欸跑超快的 沒裝凱就覺得很快了 把大家全衝囉 欸剩一個 欸怎麼都瞄地上那一隻 我剛才瞄後面那一隻 他還是會吸地上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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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靠比較近 剩一個 直接抓 刀人 掰掰 好奧利恩 就是 這樣搭配我覺得是 比較實用啦 因為你裝馬吉爾 你擊倒敵人 兩百EP值嗎 就要沒有擊倒的話 你裝了一個藏寶圖 爭議的話也是非常好用啊 因為爭議的話你 花那個 代幣去買 其實蠻實在的 好的 喔他幾殺 10殺 再裝那個賀馬 裝那個無人機啊 像他們 印尼服裝無人機的玩家也蠻多的啊 這場有 有兩個輸出啊 一個沒有擊倒 他們對方也是差不多兩個 好 這場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搭配方式啦 如果要玩奧利恩的話呢 你就搭 至少被動技能搭個馬吉爾 不要去搭那個K K回EP值太慢了 在團隊圖其實 我覺得比較沒那麼實用 所以說如果你們要玩奧利恩的話呢 就可以裝馬吉爾 那我這邊有裝另外裝 李昂啦 回血比較多啦 再來就是夜神準 夜神準的話 劈槍的話 現在算被調弱了 不過還算蠻好用的 大家上來講就是這樣 然後殘寶圖 記得裝一下 因為他這個是 購買正義效果啊 包括治療效果和移動速度加成 所以如果你們是四個玩團牌的話呢 有裝這個戰備會非常實用 只要有一個殺而魔 意思是 一直幫你們提升EP值 你們可以省很多錢 然後全隊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好的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 B5要活下去的攻略啊 希望能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他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 必須按個勾論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 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個頻道中 Twitch IQ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 哪一體會找我了 謝謝你收看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